其實影像是在高雄 高雄蓮池潭現在看起來 外頭狀況也是陰天的感受 因為今天南台灣也變天了 目前高雄的溫度大概只有17度 但重點是今天高溫大概也只有22 23度 但昨天高雄高溫可是飆到了33度快34度 這一口氣掉了快10度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 好像從昨天的夏天今天變成了冬天 而這一波冷空氣真的是全台有感 而且降雨的範圍幾乎也是全台都有下雨 所以現在準備要出門上班上課 一旦記得要穿暖一點點 而且要戴上雨具 接下來要提醒您的是低溫特報的部分 低溫特報現在橙色燈號的部分 是在新北市跟基隆市 有可能連續10度的低溫 或10度以下的低溫 所以這兩個縣設觀眾朋友 一定要記得真的外套要穿上 要穿厚一點點 而講到溫度就要提醒您 受到了強力大陸冷氣團影響 接下來的溫度真的會越來越低 加上華南水氣所以濕冷油感 這感受上其實蠻不舒服的 而目前今天的低溫是出現在桃園中壢11.1度 提醒今天北台灣整天都是蠻冷的 均溫大概只有13到14度 而東台灣也只有16到19度 一定要注意保暖了 而且現在中南部也有感受 因為台中的高溫大概也只有20度 而南台灣高溫大概是23度 跟昨天差距真的非常大 而剛剛有提到今天是濕濕冷冷的 因為受到華南水氣影響 很多地方都有下雨 像是北台灣 東台灣 還有南台灣 其實在現在出門準備要上班上課 有些地方雨還是蠻大的 至於雨什麼時候才會相對趨晚 今天晚上中南部的平地 有望這個雨會慢慢的趨緩 但其他的部分可能要等到 禮拜五也就是明天水氣才會慢慢減少 而強烈大陸冷氣團預估最冷時間點 是在明天跟後天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預估強烈大陸冷氣團才會達標 台北站才會到12.4度 至於明天就講到其實真的蠻冷 因為北台灣大概低溫只有10度上下 中南部低溫甚至只有13到15度 明天後天都要注意了 其實真的整天都蠻冷的感受 尤其是禮拜五晚上到禮拜六清晨 也就是明天晚上到後天清晨 預估是最冷 因為輻射冷卻效應的加持之下 所以導致北台灣低溫恐怕只有9度上下 而接下來通過亞洲雨圖 來關心禮拜六禮拜天天氣 有沒有可能變得比較好 剛剛提到了 其實禮拜六還是會比較冷 但白天開始會慢慢的天氣變好一些些 但是要注意了 其實這緩慢也是非常緩慢的回溫 要等到禮拜天才會回溫有感 北台灣的高溫才有機會回到20度上下 但坦白說這個20度還是蠻涼的 而且要注意了 禮拜天晚上又有另一波封面會影響 到時候又會帶來降雨以及降溫 所以要持續關注我們相關的天氣動態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的是降雨的狀況 因為很多地方現在雨都持續的下 透過雷達衛星圖來看看 其實這個雷雨包原本在海上 但是有些其實飄進了陸地 導致很多地方就會有些降雨的狀況 而目前累積最多的雨量是在 新北市時定21毫米 桃園中立20毫米 另外在龜山土城貓宮也大概都有18毫米 而且一度時雨量蠻大的 在新北市的時定有到11毫米 而桃園中立大概是12毫米 而且要提醒您今天的雨還是會持續下 至於這雨到底會下多久 來看看未來降雨 今天就受到了華南水氣影響 全台幾乎都有降雨 而且這個水氣其實到下半天的時候 還會持續 要等到晚上中南部才會慢慢趨緩 至於明天開始 還是會有一些降雨的感受 但相對來說已經趨緩了 但東漫步觀眾朋友 還是要辛苦一些些 已經封面還是有一些短暫震雨 至於只要等到下禮拜一 就是剛剛提到 禮拜天晚上封面影響 所以下禮拜一其實感受蠻明顯的 封面通過之後水氣又會再增加 接下來帶您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趨勢 首先北台灣的部分 北台灣今天的溫度真的都是偏低 均溫只有落在11到14度 明天的狀況也是要類似的 而禮拜六可以看到 這高溫只有12度左右 主要是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之下 所以導致溫度會特別低 而在中台灣的部分 中台灣今天也可以明顯感受到 冷氣團的影響 雖然高溫還是有機會來到20度 但跟昨天相比其實差距真的蠻多 而在南台灣的部分 南台灣今天高溫只剩下23度左右 但昨天有些地方高溫是來到33、34度 所以這降溫一口氣差了10度之多 而在東台灣的部分 東台灣因為其實降雨也是持續 但是溫度同樣是偏低 今天高溫大概只有17、18度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盡好新聞